有时候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我们舍了之后不能有舍的心 舍是不求回报的 因为我们舍了 我们种下了这个舍的种子了 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了 你的心如果常能舍 就是多多的种种子 那么你果报一定会现前的 所以这个善果就是收获 你想想看你播种一次种子 可能你不一定马上有收获 但是你每天播种善的种子 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有收获 所以要明白道理 学佛跟播善种一样 想得到这个善果 要想得到这个丰盛的成果 必须常常播种 走在马路上 看见那些乞讨的人 你应该知道这些都是 上辈子和这辈子没有播种自己的善淫 所以他们得到的是贫困果 所以看见别人这样 我们心就要引以为戒 心里要偿舍 偿舍 你有时候给他们 一块两块的 给他们几毛钱 他们也不会发财 但是你这个舍心 就在心中种下了善因 那么别人 拿了你这个钱 他去做 继续做坏事 或者装着贫穷 实际上 这个是他个人因果 我个人承担 而你 因为你不失了一点点 你的心中就会有善根种下 在这个社会当中 这个 很多人家里 是会有 这个各种各样的灾难 包括洪水 大风 大火 地震 自然灾害 夺走你的财运 财运 或者有家有盗宅 败家子 但是要记住 我们只要种善因 这个善 一定会报 饿就不会来 也要懂得一点 因为我们的寿命有限 我们不可能 与我们拥有的财物 长相 失守 你 如果有智慧 你就不会把世间的财物 积累的太多 一到有一点财物了 你就拿去施舍 越舍越多 舍得快 来得快 如果你说我现在很穷 我没有钱出来 那你可以 先舍去 你的很多的名誉和地位 你可以给别人 不失 微笑 因为这些很小的舍 就是种下的福田 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它都是有一个时间的 如果你今天舍一点 明天舍一点 时间长了 你的命运就会改变 如果你今天不舍得 明天不舍得到最后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 我们今日之贫穷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过去 生中不知道舍得来的 如果我们懂得了 越是困难 越要有舍心 等到你好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好 既然知道 钱不带来 生不带去 死不带走 那 只要能够换回我们 福德 换回我们命运 的一种善缘 那么我们所拥有的 这笔账 就是随远而去 因为永远不会被你带走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缺乏的 就是这种精神 很多人缺乏的 就是懂得自己的因果 所以懂因果 才能懂得怎么样来 克服自己身上的贪 懂因果 才能懂得 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 所以要想好好的 把佛法学好 改变命运 就要懂得舍 有舍才有德 有失必有德 所以一切 都是由你自己种下的因 最后给你看到的果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克服自己身上的坏习惯 懂因知果 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变得更有人间有福气 以后才能到天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